其实列车上有那么多的人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没有遇到比如说突发疾病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状况 经常会遇到 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直乘高17次列车 这趟列车呢也是由北京南开网上 供乔的一趟列车 列车运行快到南京南站的时候 大约是在晚上的21点50分左右 我们车厢的乘务员同样也是使用电台喊我 车长有吗 我车厢有一个儿童突发疾病了 你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 当我听到电台呼喊我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是立刻携带我们列车上的医药箱 赶至现场 并通知我们列车上的广播人员进行广播薰医 当我赶到现场之后呢 发现情况十分的危急 这名儿童患有哮喘史 但是由于最近近期一直都没有犯过哮喘病 出门的时候并未携带相关的药物 这时呢就来了一名医学者赶到了现场 协助我们列车进行简单的救助 并且找到了儿童试用的药物 但是呢 该名医学者还是建议需要到前方停车站下车进行治疗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联系前方停车站的工作人员 包括为其联系了120的救助措施 然后大约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列车就正点到达南京南战了 交接完毕之后呢 同样我们车也是正点发车 我们车是23点18分到达上海宏教站 当我们退城到公寓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的时间了 那么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了 先给家属打一个电话 该名家属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连连表示感谢 但是其实这是这些工作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孩子是安全了 对 安全了 没有事了 这时候我紧张的心才终于的放了下来 我听您讲的这两个故事啊 我觉得做一个列车长看似普通 但是却真的是需要有极大能力 才能胜任的一个岗位 28岁的年龄啊 其实不仅仅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年龄 也是该成家立业的年龄 对 你成家了吗 成家了 说到我的家庭呢 其实 其实 大小家庭之后 一定会用热水叶子的心本 我不这种 带路人 希望这些与你 在这里 二小家庭 快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把爱人请上来吧 可以 一位美大的女性 来 有请 你好 欢迎 好 主持人 也是穿着制服啊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张红旭 是高263次列车上的 一名创务员 同时也是图进山的妻子 今年28岁 听刚才这个小图说 宝宝那么小 几个月见不着面 你会不会有些抱怨 你看别人家爸爸 都照顾孩子 帮我分担 其实也还好 由于他作为一名列车长 同时又是一名党员 然后我们又是同事 所以说 我对他的工作 非常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你们俩的使命 责任都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作为乘务员 在列车上工作 也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可能看到说 乘务员总是微笑着 过来查票啊 或者是 帮我们做一些服务工作 其实背后的辛劳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像小张这样 值班一趟 就是很长城的是吗 要好几个小时 对 时间比较长 我是早晨凌晨4点起床 然后到夜里 将近8点半下班 我每天就是一个班下来 然后回到家 这个脚几乎都是又酸又胀的 每天站七八个小时 然后呢 就我所负责那几节车枪 一天下来 大概能走两万多步左右 我们客运工作 男生跟女生 一般干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其实客运的女生 都是女汉的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非常感谢单位的领导 领导们对我是 非常的关心和照顾的 我大概两天左右能回家 看望一次宝宝 因为孩子还小 两天能回一次家 就排的班是能够 短途就回来的 像这个小徒这样 是不是会有一些 比较长的工作时间 几天都回不来 因为我工作的性质 也比较忙 所以说我回家的次数很少 现在大概有 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没有见到我们家的孩子 一个多月都没见到宝宝了 对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